支持张长宁回归女排国家队吗? 随着本年度女排赛事的结束,中国女排也迎来了新一轮的洗牌。 从当前的女排队内来看,老将众多,尤其是已经33岁的丁霞更是占据着主力位置,对于女排的更新换代产生了重要不利影响。 当然,丁霞的竞技实力有目共睹,毕竟在经历了女排国家队的赛事之后,丁霞用优异的表现赢得了国外俱乐部的认可,甚至还获得了流洋波兰联赛的机会,并且跟随俱乐部获得了冠军。 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又一大突破,堪称赢家。 也正是因为丁霞这样的激励作用,让其他老将看到了希望,新赛季的女排联赛中最出名的例子就是远离赛场长达三年之久的张长宁宣布回归,在江苏女排的报名名单里出现了这位老将的名字,并且随队拍摄了新赛季定装照等一系列活动,让外界看到了张长宁再次站在赛场上的可能。 不过这一切在新赛季即将开打之时又出现了变数,近日张长宁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的伤病并未完全恢复,不会出席女排联赛第一阶段的比赛,这也意味着在最不关乎争冠荣誉的赛事中,张长宁不会出场,远离赛场三年,竞技状态未知,能否在关键的时刻,获得教练组的信任,获得上场机会。 是需要教练,江苏教主教练极大的勇气和魄力。 一旦采用保守策略,也意味着本赛季张长宁的付出更多地体现在了口头而非行动上。 因此,张长宁目前来看更像是做秀式付出。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其实是张长宁为了能够挽回自己日益下降的口碑所做出的改变,始终不选择退役。 并且以女排现役球员的身份频繁参加综艺活动,引发了外界的极大不满,更引发了对于外界对于自己只专注于自身利益,放弃女排荣誉的争议。 为了能够继续在综艺赛场提高自己的商业价值,张长宁不得不再次宣布重返赛场,挽回自己的口碑,但是从现实状况来看,已经很难具备上场竞争的能力。 对于张长宁这样的做法,无论是中国排协还是国家队主教练蔡斌并没有明显的反对态度,更加剧了张长宁的所作所为,特别是蔡斌。 对于张长宁还一直抱有十分期待的态度,更让张长宁有恃无恐,如果蔡斌能够表现出对于老将的弃用态度,改变当前的用人思路,那么会让张长宁等老将没有了回归赛场的想法,也很难以女排现役球员的身份进行捞金, 起到不好的带头作用。支持蔡斌调整重用老将的态度吗?看好张长宁还会回归女排国家队吗?欢迎留言讨论。